有些孕妈在怀孕后,等到身体出现一些症状,导致孕妈难受不已的时候再补钙,这个时候就有些晚了。 我们都知道胎儿在发育的过程中是需要补钙的,因为孕期补钙可以促进胎儿骨骼发育,让胎儿宝宝发育得更好。 但是有些孕妈就在怀孕后没注意补钙,等到腿抽筋的时候再补,但是效果却不能立竿见影,所以孕妈要在怀孕后大概三、四个月左右的时候开始补钙。 一、腿抽筋的症状,孕妈在怀孕后,缺盖的主要表现就是腿抽筋,这点也是孕妈可以感受到的,但是等孕妈有腿抽筋的症状后,这个时候再补钙难免有些晚了。 就像上面提到的这位孕妈一样,怀孕五个多月开始腿抽筋,然后才开始补钙。 晒太阳,孕妈可别以为腿不抽筋就是不缺盖,要知道胎儿在发育的过程中是需要孕妈补钙的,不然会对胎儿健康发育不好,这点孕妈可别傻傻的信,傻傻的做。 而牙齿松动的症状,有些孕妈缺盖时身体出现的症状是牙齿松动或者酸疼,出现这个症状之后,孕妈吃饭也没有食欲,是会影响孕期营养补充的。 而且等到这个时候再补钙,不仅对胎儿骨骼发育不好,还不利于胎儿发育过程中需要的营养补充,孕妈可别等到身体出现牙齿松动的症状时再补钙。 三,身体关节疼痛的症状,还有些孕妈缺盖时身体出现的症状时关节疼痛或者是没有力气,孕妈等到身体出现这个反应的时候再补钙,肯定还会再忍受身体关节上的疼痛一段时间,因为补钙也是需要过程的。 另外在胎儿骨骼发育的时候,如果孕妈没有及时补钙是对胎儿发育不好的,孕妈要知道胎儿骨骼发育一般是在四个月之后,孕妈在三个月的时候进行补钙是刚刚好的,这样有利于胎儿骨骼发育。 孕期,孕妈别等身体有这些症状再补钙,对胎儿的健康发育不好,孕妈在孕期不要等到身体出现牙齿松动,关节疼痛,腿抽筋的症状时再进行补钙,这样对胎儿的健康发育不好。 刚才也提到胎儿骨骼发育,是在四个月之后,孕妈如果在三个多月的时候不补钙,等到四、五个月身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再注重补钙,那可能对胎儿发育不好。 所以孕妈不要等到身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,才以为自己缺钙,需要补钙了。 总之,祝愿孕妈在孕期做到,给胎儿提供一个有利的发育环境,让胎儿可以健康的发育,孕妈也可以好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